我先問雷老師幾個問題 然後大概把這個給你的一些背景 就包括這個中國記錄經理的現狀 跟雷老師談一下 然後進入能不能多的時間 跟觀眾交流 那我想問就是這個 我最終的這個記錄片最開始是應該就是劇版 是16年的1月份上映的 然後16年的12月 然後把它改成了這個電影版在院現場上映 然後創造了超過750萬的票房收入 那最開始的時候 是你們是怎麼找到這樣的體拍 然後是什麼樣的契機 就是把這個聖陀佛隊給了 不公這個俄武組這樣一群比較 比較特殊的群組 就講一下這個片子的版例吧 就是2010年的時候是 不公建院的85多年 然後我們差不多是在2016年的時候準備 比如大家之前在2005年 不公建院80多年的時候有一個紀錄片叫不公 有人看過那邊 當時那個片子在國內其實也是挺公眾的 到了2010年就是還要再做一個85多年的片子 就是故公第二部 當時做這個片子的時候 就不同的組在調整 因為我自己一直是通過影像 做那種非無人化一旦保護的這方面的工作 所以進去以後我就選擇了這樣一個部門 就是故公的 它叫 觀點叫文保科技部 實際上都是文保科技部這樣的一個地方 然後差不多做了我跟我同事 還有兩個當時一個博士一個碩士 一共做了四十多天的前期的調整 就把他們每一個科室都找了一下 然後對這裏頭的一些 比如說他們的歷史傳承啊 他們怎麼來歷啊 然後他們如果大家一會兒有興趣的話 然後對故公文保科技的歷史感情也別談了 然後聊完以後呢 就當時想做一個密集的片子 放在央視的一個大的一個 五級的大的系列當中 但是後來由於央視的這個 內部的一些人事的變動 整個這個項目就被評調了 他們轉換做了另外一套 這個叫《不公益法》 就每集五分鐘 然後一共一百集 那個特別適合 如果你們孩子是生在美國的 如果他想了解中國的話 特別適合孩子們去看 每天五分鐘看一百天 因為又能看漂亮的風景 然後又能學中文 還能看很好的文物和很好的故事 然後我也推薦給康州學院的學中文就行了 然後後來就做了那個片子 就把這個就擱置了 然後再撿起來的時候已經是三年之後了 就是2013年的末到2014年 故公突然又說我們到2015年是故公90周年 我們還想做一個編子 還想做一個編子 然後就在當時的一大堆選題裡頭 因為院長已經換成了山濟祥 山濟祥是清華建築學員的 他還是 他比較活躍 然後他就說故公以往的介紹 都是介紹歷史的 都是介紹建築的 但是世人很少了解故公是一個 柳瑞是一博物館 那做一個博物館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他做文物法庫的部分 所以他就挑中了我當時報的那個選項 就是當時我們的題目 特別的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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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文藝都算不上 叫故公新傳那個題目 故公裡頭用心傳承論 因為這個新傳是乾隆寫的 乾隆有這個概念在裡頭 然後就開始 我們就以故公新傳的劇組建築 開始拍攝 正式拍攝是 我們差不多用了四個月的時間 跟故公交流 然後談版權 談介入 然後從2015年的3月份 那時候我剛做了那個 喜馬拉雅天梯呢 然後開始做這個 3月份我們開始進了公 然後開始拍攝了戲 然後基本上的工作模式是 我們在現場有一個導演 叫葉君 然後有兩個攝影 然後有兩個助理 一共五個人 然後他們就是 按照這個修復的文類分了一下 大家在不同的組裡頭去拍攝 哪邊有事兒就哪邊拍 最重要的就是能夠盡量的完整的 跟一個文物從開始送進來 到它修復完 這樣一個過程 那這樣扎扎實實地拍了四個月 就是公公的人上班 八點上班我們就八點去 五點下班必須五點走 他不許你留在裡頭 這樣拍了四個月之後 然後又做了六個月的後期 實際上我 故公是希望我們能夠在2015年 就能把這個片子推回來 但是央視紀錄頻道 他還說希望這個片子 能變成它的開年大戲 所以放在2016年的元旦 開始在國內播 播完以後 電視收視率也還行 其實在紀錄片裡頭 但是也沒有多少人知道 後來就被有人給放在B站上了 然後就是大家現在今天能夠看到的效果 這就是整個那個片子的一個來龍區塊 但是我們因為是這兩年一直專注做紀錄電影 後來就在這個片子 在電視和互聯網上播的時候 我們開始動手 然後請了那個廖慶松老師 就是侯孝琴的解釋師 去去講這個電影版 所以大家看到 他就是那個老派的 漫漫的 然後特別有失禮地的 就是跟看過那個劇集版的那個完宣不同狀態 那是一個比較年輕的老人 然後就講了這個片子 就是今天給大家放的 因為這個片子可能還不是太多人能看到過 那就是說這個公公它這個片子出來之後 上電線 其實中國紀錄片上電線 並不是一件非常常見的事情 然後那個雷老師 我再多介紹一下 他呢就是說在這個清華 他這個全文學院的教授 但是從2005年開始 他一直在智力做這個叫做清理的工作室 這個工作室最開始呢 就是說從培養這個學生 開始學習調研到拍攝到後期到製作 這樣製作紀錄片的一個過程 然後從2009年 因為一些契機 他們就開始放映國內的這個 現在剛剛製作出來的一些獨立紀錄片 除了清華的學生女吧 還有很多獨立紀錄片導演 也會把作品放到清華來放映 從2009年到現在 八年的時間 然後他們應該在清華每週展映一次 有的時候可能會更多 他還會只是這一集 然後展映過後 會有就是像今天這樣 導演和觀眾的交流 訪談 然後他們把它整理成文字 所以這八年的時間 他們大概一共展映了 有超過五百部的紀錄片 然後有非常非常多的文藝資料 這個就是近十年的中國的這個紀錄片的 算是一個非常非常好問的資料庫 他們現在還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問問就是說 這個紀錄片在中國到底在市場上 是什麼樣的狀況 雖然你看這個 新文部的這個紀錄片 去年在中國標普 然後人氣也非常高 比較到這個 海外的華人群體裡面 來展映的時候 也比較受歡迎 但我覺得就是說 對於其他的大部分紀錄片來說 這個 其他的紀錄片都去了哪 他們都 他們都 以後製的風景學的這個 紀錄片手上去 紀錄片的範圍是 這樣 因為國內第一個 就是如果你要進到電影院的話 最大的問題就是 這個片子最開始 飛出來這個龍標 龍標 對吧 就是龍標你就會比較難打 因為你如果把一個獨立電影 然後要變成一個龍標電影 這個過程不僅僅是一個電影審查制度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中間的技術標準 就是為了這樣一個技術標準 差不多要多花一兩百萬的錢 然後才能去達到這樣一個技術標準 我覺得對大部分獨立導演來說 他沒有這樣的能力 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他就限制了他一個電影 進入到電影院的光中間面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類似於像我們 我們實際上是 我工作室從 14年15年16年 每年都有一部 進到電影院 但是就算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進到電影院裡頭 排鑒量是非常低的 以故宮修的物為例 我們當時選擇的檔期 是跟長城同一邊上 然後其實我們當時的想法 其實也還挺自私的 反正因為確定長城肯定不好看 那如果長城不好看 觀眾出了電影看什麼 他肯定就會怕了不公 所以悲劇的是 其他電影也是這麼小的 所以同一周 有超過八部新的電影進到電影 就很超過像非常好的 比如說像羅曼蒂克蕭王寺 都是這個時候 大家都覺得 判斷長城不好 都要聚集 結果導致了 其實像我們原來 對這個片子的期望度還挺高的 因為它確實 大部分的紀錄片是小度的 但修容物是個大中 而進到電影院之後 你發現它的排鑒量都很上不去 首日的排鑒差不多就是 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然後都是這樣的 而長城差不多是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 但是由於紀錄片 它可能還有一定的穩定的上多率 所以做了一段時間以後 還有在七、八百萬的上方 大家可以看 剛剛結束的一個電影 叫《八月》 去年的金馬獎 它的票房只有兩百多 比如說中國現在的 院線電影的一個現狀 因為中國沒有藝術演員 沒有藝術院線 正在做 所以你所有的那些電影進去 都是去跟商業片去拼的 我在2015年做天梯的時候 我們同檔期上的是星際穿越版 那你沒有辦法 因為躲不開 中國現在的電影產量 就是每週都有六到八部的電影 新電影往上 電影 你紀錄片只能去面對這樣的景點 但是我覺得 比如說未來三年和五年 隨著電影市場它的保和 電影院它如果不做差異化競爭 它可能去的人就少了 也許會有領域會拿出一部分的時間 一部分的聽去放 紀錄片去放藝術電影 所以這種我覺得 對於將來的電影 才會有更好的記錄 但現在就是 你要不放到互聯網上 那放到互聯網上 就相當於你的收入是零 那要不你就是 就要像親女方的這樣 一個獨立方面當中 好在國內還是有很多大學 大家可以去做一些獨立範圍的 所以對獨立導演來說 依然還有一些機會 能夠讓他們的電影 給觀眾參加 那先不說還是 未來兩到三年 肯定還是不行 那五年之後不好說 也許在座的各位 可能有在美國發了傘子 不去買衣服電影 然後我就放紀錄片子和藝術電影 那就非常了不起 再補充一點 就是剛才雷老師 他提到的那一篇 他全名叫《喜馬拉雅天梯》 這個也是蕭涵導演 和清華的男生劍導演 聯合拍攝的一個 關於西藏的登山學校的故事 非常感人的一篇一篇 是在2016年在院線上列的 當時算到了一千 一千兩百多萬 所以對紀錄片來說 也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提醒 然後我想問問你 可能更大一點這個話題 就是現在這個畢竟 總是說紀錄片還是一個 比較享用的一個群體 還是有學術機構 然後有像比如 因為我是做人類學的 然後可能是這個學科裡面 需要做一些民族制的紀錄啊 這些然後拍攝紀錄片 它畢竟還是一個 不是一個主流的文化 那麼您覺得這個紀錄片的意義在哪 拍攝紀錄片對於我們現在這個時間 有什麼樣的意義 從康舟學院報完第一場出來以後 我清華來的另外一個同事 就是他還在列路訪學 然後建築機的就問我這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拍紀錄片的意義在哪 然後實際上是這樣 我覺得第一個意義就是紀錄的意義 比如說我們拍的這個 這群人 就是故宮的龍修祖孫 大家看到這個片子裡頭 他們都在這個小院子裡頭 這個小院子在舊室就是故宮的那個 就是皇宮的冷宮 宗室的妃子就會被放在這個門裡 這個冷宮的南側 就是大家看到無數的劇裡頭提到的慈寧宮 就是這樣 慈寧宮後來就是這個冷宮 那這個冷宮他們就在這裡頭修冷物 每個院子有不同的功能 大家在裡頭串 然後建立了我覺得空間是非常強的 有塑造人的這樣一個能力 所以這個空間你看 我特別喜歡這裡頭的各種女孩 她們都非常漂亮 氣質非常的好 就跟這個空間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等我們這個電影上映的時候 他們正在搬家 就是從這些宮殿裡頭搬到 新修的一個西河院的一個 他們叫文物醫院這樣的一個裡頭 就是要穿上白大褂 就是跟崔峰說的 所以這本身就是記錄的一頂 你再也不可能再能看到 他們在這樣的一個空間當中的生活狀態 所以我想說一下 當時打動我 為什麼我決定開這個選集 很重要的一個是我去他們那裡做錢料 他們不是有那個巨大的板子上頭 是畫畫或者說修那個字畫嗎 到了中午的時候 這些東西會被清掉 然後鋪上路子 放上枕頭 蓋上被褲子 然後午睡 然後這個東西特別打動我 我說我操 這段人看你們的 全中午沒有一個單位是這樣 除了中南海我估計 所以 他們也不知道 對 一定得 一定得 他對工作的理解 對生活的理解 他也已經不同了 所以 只有這樣的空間 但是你去到文物醫院 不可能再有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 第一個意義就是 就是對於那個影像的記錄 先不管它從不同篇子 第二一個部分實際上非常重要的就是 你把它剪平成完整的影片 你可以用來跟觀眾交流 比如說我們現在這樣的放音 或者在互聯網上的放音 或者說我第一次上B站的時候被禁單了 因為我是因為這個東西被放上我才知道我B站這麼一個東西 但是我打開B站一看我沒看到我的片子 我看到了全蛋糕 我就說暈了 因為我說是這麼看電影 他們根本沒有看到電影只看到了平衡 因為滿平全 所以這對於我來說這就是一個巨大的風機 我覺得這是跟觀眾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互動 第三個方面實際是對於我們自己的 就是一直說說為什麼要拍紀錄片又沒有錢 不然又掙著錢 然後市場都這麼就不好 但是我一直 我是用這句話去服務我的學生 我說對於絕大多數的人來說 一輩子只能活一次 就是你過你自己的生活 但是拍紀錄片的人可以活很多次 我拍他我過他的生活 我拍這個人過這個人的生活 所以我一輩子如果拍實錄片的話 我就像一隻貓一樣 我有十次生命 所以這就是我的生命的經歷來說 對我個人來說 就是非常作夢 我覺得這也很實惠 然後再把這個問題訪先再推一下 因為現在的時代變化其實快 然後現在這個 有人說就是這個 遊樂手機 然後用各種這樣的這種設備 讓任何一個沒有專業知識的人 也有可能去記錄 世界發生的任何事情 比如說在Facebook上面 在微信上面 然後在網絡上面直播 然後各種這樣的網絡 他們也是 其實也是一個真實生活的狀態 一個反應 所以這兩年其實在這個 影像的這種製作分享和發表的這個方面 其實整個變化比較大 然後對於傳統媒體 電影 然後報紙 還有這種指示媒體的挑戰也是非常大的 然後包括 其實我印象比較深的一個呢 就是這個徐丁老師 就是一個中國當代的一位藝術家 他最近做的一個作品 非常有意思 就是他把這個所有的攝像頭 就是這個肩上這種攝像頭 拍攝的東西 然後把它從網上搭回來 完了之後呢 就是他不拍任何東西 他就把這個攝像頭上面的這些東西 搭回來之後 然後download了自己去剪輯 然後製作一個電影 就所有東西都有真實的 但沒有一個是他拍的 然後把它製作成一部完整的一個電影 有劇情 然後非常 其實這套吸引人 那個是他最近的一個 藝術作品 也算是一個影像作品 但其實這個是對傳統影像的 概念的一種挑戰 那我覺得 我想就把這個紀錄片意義往前推一下 在這個環境裡面 就是當這個數字化媒體化 包括這種真相 變得更 怎麼說 更難以降的力量 更超越我們的傳統觀念的時候 您怎麼從這個紀錄片 它的位置 特別好的問題 就是 局賓式的挑戰了一個美國的創意 這個美國的創意 我不知道再多的有沒有看過一個影片 叫Life in a Day 有嗎?太厲害了 很專業 嗯 在YouTube上才經過 對 就是Life in a Day 這個片子 實際上就是徐斌老師的這個概念 它是那個YouTube的一個推廣 所謂的影片 它要全世界的人把自己某一天 我印象 2014年吧 7月24號 大概是這麼一個日子 Sunday 不管了 然後 一般你所有這天的素材傳給我 找了兩個奧斯坎典火獎的導演 把它剪成了一個片子 叫Life in a Day 那是非常的感人 也非常的迷人 公園裡的一個醉漢 然後遙遠的故路 各種你突然發現 OK 這才是人類 你突然又能很微觀又能很平觀 又去看待人類的一個狀態 也很人類群 那這樣一個片子出來以後 其實我們一直在討論 就是專業影像和這個 所謂的我們叫做 職場影像 這樣一個關係 全民影像 對 全民影像 這樣一個關係 其實在 遠在1990年 當末在DV出現的時候 大家就說 DV這樣的東西很便宜 它變成了一個筆 然後大家隨時可以書寫自己 手機就是這樣一個筆 是一個更方便的筆 可以隨時書寫自己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但是它不排除 比方說有專業的人 他可以把這種日常的影像 我把它解決成一個 非常專業的電影像 像徐明老師這樣 像那個LIF音樂隊這樣 我覺得它是兩種不同的觀音體 它就是 大家是不同的作者 有的作者是魯迅 有的作者就是我 我也寫我的日記 魯迅也在寫我的日記 是一樣的 那如果是曹雪芹 我記錄下來它自己的生活 就是紅樓 我記錄一下自己的生活 它可能就是我跟周圍的人去分享 所以在未來 它是讓這種影像 讓這種分享 變得更多的可能 而每一個記錄 我覺得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特別想看 唐明皇當時是很著迷 揚會的 但是沒有影像 對吧 我們只能去阻止的 但是對於今天是非常簡單的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名人的私隱相悲 人道網上會有很多人去看 這就是它重新改寫的歷史書寫方式 就歷史 有人說嘛 說的不是特別準確 歷史人家很反正 但是只有被記錄才是歷史 對吧 像我今天在這聊天獲取它就獲取 但如果有一個channel它們來記錄下來 然後分享出去它才變成真正的歷史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說 我自己是非常侵占的 所以我們實際上 我們做過一個片子叫《非玉秀》 可能也在座的有人會聽過那個節目 對吧 然後我們 對 我們也在做《非玉秀》的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讓 《非玉秀》的聽眾把自己的影像傳給我們 我們再去拍 我們是結合的 我們去拍了《小非玉周》 離休之後的生活 然後又拍了影迷們和聽眾的傳來 我們就把它撿在一起 就把專業影像和日常影像把它結合起來 我們也會把它變成一個 特別是用線電影這樣 我們正在做這個工作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 就是很開心的一個時代 大家可以用手機去記錄一場這種 讓它帶來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大量的時間都在使用的時候 這是我們拍修文物的意義 這幫人很少 你看到就用手機 很少 對吧 所以就是 其實有些時候 你是應該把手機扔掉 然後好好的過一個非常自然 所以我們也變成了手機的 好 我其實現在就把這個時間留給大家 大家可以做生意的楊老師 交流 我有什麼問題 請問 在修文物的過程中 如果工作人員不小心把伯伯做出了不確定的手機 你覺得很容易嗎 曾經發生過 最近幾年都沒有 對 那 那怎麼辦呢 再把東西弄好 你比如說 我們這個片子的錄音是不夠電影級的 為什麼 因為電影級的錄音 我們都要舉個棍在裡頭 是吧 然後有一個條端會在裡頭去錄音 但是拍這樣的環境 我們就不可能用那樣的錄音設計 進去轉一下 就 劇名罐罐打碎了 根本是不可疑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在裡頭收音 都是採取了機頭的賣可貼 別了一個很簡陋的胸賣錄音 所以聲音的質量並沒有那麼好 就是為了避免出現這樣的東西 故宮為什麼拍起來比較慢呢 尤其是像外國媒體想去拍故宮 交很多錢 你也不一定會拿到那個許可 就是也要怕出現多 因為之前好像很多年以前有一次 劇組在拍攝的時候 他那個燈架倒了 就把故宮的一片瓦給摔下來 這就是很大的事故 但是更大的 更大的事故是出自遊客 當年 他說 七八年之前有一個外國遊客 故宮的 大家進去 比如他有那個漢白玉的那個台階吧 然後漢白玉的廊杆 然後都有 每一個都有一個像龍一樣的一個水口 是吧 有一個老外就把自己身子吊在那個水口上 還有一個罩 那個水口就斷了 然後就把這個老外砸在了底下 故宮還賠了他很多錢 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點景點 確實沒有出現過 你說的那個那樣的那樣的龍路 因為越來越嚴格 故宮越來越嚴格 你看他們有多少鎖啊 怎麼看 這樣 這怎麼感覺很像 這樣 這邊請 來老師您好 我是對那個 就是新的那個 那個 叫什麼 護宮醫院 對 比較感興趣 因為我在這邊 美國的博物館 然後有時候也能看到他們在叫 國務的過程版 就是用很多非常非常堅定的設備 所以我想知道就是目前在國內 國務修復方面的就是技術啊 的發展 還有說就是未來發展方向 就是怎麼樣 然後對故宮醫院有什麼新的 還有特別的進步 進我所謂的 他們參加以後我還沒進去過 但是我大概 因為這裡可以呈現了一些 因為故宮一直跟我說 你要多呈現我們用當代技術的 不要跟他們說 所以我們也被迫去拍了一些 比如說什麼X光啊 什麼碳12啊 就各種所有的這些技術他們都在用 他們專門有一個部門就是實驗室 它是跟這個龍路部門是定裂的 也有用 他們拿到什麼樣子東西以後 先要去實驗室去做檢測 然後再來 而且故宮這兩年跟 包括大都會 然後包括奴族公 包括大英博物館 包括義大利的各種這種文物合作修復的 還是非常多的 比如說像卷秦斋的修復 就是乾隆修了自己退休以後 去用的 整個進去以後 房子非常大 就是全是那種用香薇籽裝修的 房子很小 但是整個上頭是一個通景化 也就是回來 3D的那個畫是狼士敏的 整個房子全是狼士敏畫的 然後被彈不掉的 那個修復就是跟義大利所做的 所以這種交流是非常多的 那些山底祥大家也非常強調用當代的科學技術去做 但是回過柏拉斯多故宮裡頭傳統的這些 比如說木器 漆器 然後字畫 然後鐘表 還有青銅器 因為中國是從有這些東西開始 故宮也是最早這些修復師實際上太監就在幹這個工作 他們的組織也好多都是太監 他們說故宮裡頭的貓就是太監變了 所以再講要把那些貓再給夾了 所以這個傳統的東西 比如說字畫的修復 字畫的靈魂 然後對於青銅器的這些修復 一定是會傳統和現代結合 就比如說對於中醫的爭議我覺得跟這個很像 就中心結合還真的是非常好 不要把中醫都當美科學 我特別喜歡他這個電影的敘事風格 電影的敘事風格 就是剛剛我朋友有一種像水讓我們一聽的感覺 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就是這個剪輯從電視劇的這個版本 從剪輯到電影的版本 它的這個修復邏輯是什麼 它剪輯的這個依據是什麼 它為什麼要選擇這些 Majer去剪輯比其他類型 謝謝 非常好的問題 就回到我們的專業領域 大家也可以問八卦 就是電視的版本的主剪輯師 也是電視版的另外一個導演叫葉君 是我的學生 然後當時在剪那個三級版的時候 我跟導演聊的時候 其實就提了一個要求 我說我們要拍一個 剪一個年輕人特別喜歡看的紀錄片 因為紀錄片大部分都不要我們年輕人都不喜歡看 然後他本身也很年輕 他是八三年的 然後他就去做 然後他也做到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結果 到做這個片子的時候 首先我們換個剪輯師 你看第一個特律帶不明顯的 很明顯的變化就是 不要那個畫外音 不要解創詞 目的就是不想讓太多的太主觀的東西 進到電影裡頭 能夠讓觀眾自己去往電影裡去走 而不是說導演一定要強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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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要等於說導演 你這一個幫助 以為 拍攝